我是个网络喷子 因为骂人太多 死后被神惩罚 穿成了虐恋 B小说当中的哑巴女主 就是被人污蔑 山耳光 歌肾 流产 抽血 网爆 抑郁 最后被挨症而死的那种 知道这么狗屎的剧情之后 我的嘴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我穿来后刚一睁眼 就见我的未婚夫男主妇睿智 搂着女配柳茶茶 对我指手画脚 你看你做的方案 狗屁不是 害得茶茶丢脸 柳茶茶捂着脸 阴阴假哭 睿智哥哥 你不要骂珍珍姐了 珍珍姐姐肯定也不是故意的 我茫然看看周围 发现自己正处于 一公司大楼办公区内 周围员工正在偷眼看我的笑话 绑定我的系统 在耳边提示剧情 柳茶茶偷拿了柳珍珍的方案 当自己的 结果她看还看不懂 例会上说错话 露了马脚 被董事长骂 男主为了维护小绿茶 正向未婚妻开炮呢 最后系统说 宿主只要你安安稳稳地 我熟 看着还在逼逼赖赖的男主和女配 我张嘴就开喷 妹妹你很会下厨吧 添油加醋的功夫一绝 甩锅也甩得厉害呢 你这水准应该去大酒楼当主厨啊 给破车当备胎 是不是有点浪费 系统 惊 九年义务教育呢 柳茶茶眼泪噼里啪啦的掉 这次是真哭出来了 傅瑞智气抖冷 跳脚大骂 你住嘴 不管怎么说 茶茶也是你妹妹 你怎么能这么恶毒地对她 哦呦 我还没骂你呢是吧 我把炮火对准傅瑞智 你可真是赖蛤蟆穿青蛙皮 穿得不花完的话 还拿我做的方案去泡妞 这么会借花献佛 要不要我顺便借你个妈 平时这么能双标 一定很费妈吧 全场鸭雀无声 看着我的眼神 好像我是外星人 援助女主柳珍珍是个小若鸡 被人说了只会低头委屈 哪能像我这么刚 不过无所调位 反正我要撤了 我拎了包 转身往外走 原女主舍不得这波男人和破工作 但是老娘舍得 好不容易有机会中火一次 我想干的事可多了呢 没时间和他们浪费 傅瑞智在后面疯狂喊我 柳珍珍滚回来道歉 要不然就解除婚约 我站住脚步 回头看向傅瑞智 后者露出自信的表情 给茶茶跪下道歉 导证以后不会再犯 再给跪下磕三个头 这件事就过去了 傅瑞智用解除婚约 拿捏了原女主全文 但是老娘会怕 我真诚发问 您家里没镜子 还没尿吗 我惋惜的摇头 我要是个收破烂的 绝对会稀罕你 可惜了 不过你可以和你旁边那个 捡破烂的凑一对 他牙口好还不挑食 你俩天造地设的一对 千万别分开 你离了他就碰不着这么贱的人了 我说完一甩头发 神清气爽地走出公司大楼 系统怀疑人生的喃喃自语 不对呀 这本小说底下的评论 都在说 这个女主唯唯诺诺没有嘴 她怎么就能说话呢 我邪魅一笑 让你光看评论 不看内容 大意了吧 离开公司后 我火速赶到医院做了个体检 报告单显示 我双肾齐全 子宫安稳 只是有点乳腺节节 总体来说问题不大 听说原女主就是乳腺癌去世的 为了避免被弃出癌症 我决定这辈子还要努力对人 为自己营造良好舒适的心情 系统不死心地劝我 宿主 你得听我安排 努力完成任务 才能离开这个世界 这样你下辈子就可以随便潇洒了 我 你在叫我做事 我想潇洒 为什么要等下辈子 这辈子直接潇洒不行吗 系统好像被我说服了 沉默了半天才男男出生 你这么讲也有点道理 这时候电话响了 是我那位便宜爹柳明打过来的 系统马上给我讲解柳明的人设 二十年前 柳明为了抱上富婆白莲花的大腿 不惜抛弃弃女 离家出走 柳明在白莲花的扶持下创业 正经过了几年好日子 但是这段时间柳家经济不好 公司还出问题 柳明就想着把柳茶茶送去富家联姻 正好柳茶茶喜欢傅瑞智 傅瑞智又能帮助柳家 简直一十二鸟皆大欢喜 这事本来设计挺好 结果半路跳出来个成咬金 富家老太太是个人精 一眼就看出柳茶茶不是人 死活不要这个儿媳妇 柳明没办法了 这才想起来自己还有个女儿 刚瞧柳珍珍的亲妈过世 一个人孤苦伶仃的 柳明打了一张亲情牌 三言两语就给柳珍珍哄回来 当冤大头了 我了然了剧情 刚接起电话 就听对面先一步狂喷 柳珍珍你疯了是不是 居然骂富瑞智 不知道咱们柳家 就等着和富家联姻起死回生吗 你把人骂跑了柳家怎么办啊 柳明已经看出来原女主 是个任人拿捏的耸包了 所以现在连装都懒得装 一言不合就开打开骂 但我没惯着他 直接就对 哦 那就破产啊 柳明猛了 你 你说什么 我 咋的 不破产能把公司给我继承啊 当年500的抚养费舍不得出 还指望我给你卖命 反正你也这么抠门 破产了正好可以去要饭啊 专业对口了 到时候白莲花躺三轮车上 你在前面拉车 柳茶茶在后面抱着音响 就放流浪的人走遍天涯 没有一个家 你看好不好啊 柳明怒吼 我是你爹 你敢这么说话 我 哎哟 可不敢这么论亲戚 咱俩可有物种隔离 要不是我学会的畜生语 你到现在都没法和我沟通呢 好了 我要忙了 我怕再说几句你就要急得跳墙 我喷完他就挂了电话 拉近黑名单 舒畅的感觉胸口节节都打开了两个 系统惊呆了 原来你真这么能喷 我意犹未尽 就这刚刚的劲儿继续 你们这些系统也是吃饱了撑的 家住海边啊 管天管地 管我拉屎放屁 真是小乌龟掉盐罐子 给你这小王八嫌完了 是不是门口过量粪车 你都要拿勺子 尝尝咸淡 这么爱伸张正义 怎么不去阴曹地府 给阎王爷画生死布呢 上岗以后 第一个就得把自己画死 因为没有人比你们更气儿了 还有写这本书的作者 智商和两头猪一样 因为一头都不够形容他的蠢了 豆腐都有脑了 但是他没有 僵尸打开他头盖骨 都得叹口气 等我以后有钱了 一定送你们去最好的医院 好好治治你们的颈部以上残疾 男主更是贱 别人都是三十而立 他是三十又当又立 一边自己养鱼 一边逼逼 被女主伤害了感情 我伤害他信号信号 个信号信号啊 女主死了 他知道后悔了 孩子死了来奶了 大鼻涕到嘴 知道甩了 汽车撞墙 知道拐了 系统抱头逃窜 音音别骂了别骂了 我们错了 我离开医院后 直接回到原主的出租屋休息 是的 我堂堂言情小说女主角 超级霸总未婚妻 还要住出座屋 真是道德沦丧 人性在哪里 社会底线在哪里 钥匙又在哪里 我翻遍了包也没找到 开始问系统 系统弱弱提示 这段剧情是 你白天被傅瑞智羞辱后 熬夜加班 给柳茶茶做方案 半夜回家 发现掉了钥匙 去找傅瑞智求助 但是傅瑞智认为 你是故意引诱他 把你赶出来 让你在门外动 我停系统 问号 我扫眼墙上 随手拨打了一个电话 歪 开锁公司吗 系统 问号 我挂了电话啪啪啪墙 但凡这女主的智商 能和她的鞋码一样大 都应该知道 开锁公司比找男人靠谱 墙上这么多小广告 都恨不得贴她眼皮子里了 愣是看不见 我看她确实不应该捐身 她应该捐眼珠子 那柳明都二十年没管过她了 只不过和她卖个惨 她就赶回来替价 我看她脑子里不是屎 就是尿 回头我送你们上精神病院的时候 顺带给柳珍珍也烧上吧 不过我估计她比你们难治 别人都是损人不利己 她是损己利别人 这么有奉献精神 乐山大佛都得哭着给她疼地方 系统叛气 听见你连女主都骂 我也平衡了 顺利进入房间后 我稍微满意了点 柳珍珍还是有优点的 比如吃苦耐劳 比如会做家务 小出租房虽然破了点 但是被她装点得十分温馨 我跑离天也累了 到床上就要睡 系统不依不饶的 在我耳边嗶嗶 我再给你讲讲剧情啊 其实柳珍珍和男主小时候见过 男主喜欢柳茶茶 也是因为认错人了 哎你别睡啊 我说真的呢 后续男主追起火葬场 还是挺爽的 你再考虑考虑 我听着系统过躁的声音 不知何时 昏昏沉沉的睡了过去 直到第二天早上 在看手机 发现收到了好几条辱骂信息 多是柳明话号发来的 柳茶茶发了几条阴阳怪气 还带着阴阴的道歉 傅瑞智是沉得住气的 他没吭声 公司人士也没消息 只有几个聊得来的同事 打着询问工作的由头 问我昨天的情况 我对别的没什么兴趣 只给柳茶茶的信息截图了 发了个所有人可见的朋友圈 配文就一句 因你妈 之后我好好收拾了一下 化了个农妆 打算出去浪 结果就看我的朋友圈 下面58条评论 其中傅瑞智的最醒目 马上滚过来上班 哦 我还以为他要为了柳茶茶 跟我撕逼呢 结果只是让我上班 不过这也在意料之中 我昨天晚上就听系统说了 原女主兢兢业业 任劳任怨 全公司一半的业务都和他挂钩 如果真走人 肯定要留下许许多多的坑 既然他们不赶我走 那我就正常上班好了 女主貌似有个对接合作的项目 就快完工了 奖金5万块呢 要走我也是拿了钱再走 半个小时后 我踩着点到了公司 刚一进门 喧闹的工作间瞬间鸦雀无声 大家见识过我前一天的英勇事迹 都在偷偷看我 我正打算坐到公位上 这时一向看不上 女主的部门总监刘谦 过来把我拦住 系统立刻给我提示 这个人的资料 刘谦是傅瑞志的下属 柳茶茶的舔狗 因为这两层身份 平时没少给女主穿小鞋 我慢慢读完资料 此时的刘谦正怒拍桌子大骂 刘真真 你怎么踩着点来上班 我就无语 那你撕一张脸皮铺门口当入护店 以后我天天踩着你上班 反正你脸皮那么多 撕一张也不打紧吧 有员工没忍住 扑斥一下笑了出来 刘谦气坏了 你废什么话 我意思是让你早点来 部门其他人都是早来晚走 你倒好 我 那我觉得你应该反思一下 大家不能按时上下班 是不是你的领导能力不足 工作安排不合理 你看你 耽误我一个人一小时不打紧 可部门有二十个人 加一起就是二十小时 大家这二十个小时 全都因为你的愚蠢而浪费了 你不觉得羞愧吗 刘谦目瞪口呆 有同事藏在他背后 偷偷对我竖大拇指 我走上前 拍拍刘谦的肩膀安慰道 你也别太自责了 有问题就改正 人物玩人吗 毕竟你进化的比其他人类晚 我们大家还是能包容物种多样性的 刘谦一把挥开我的手怒道 你敢骂我 我皱眉 这种程度也算骂 我还没发挥呢好不好 正好傅瑞志朝这边走来了 刘谦就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 歇斯底里的告状 副总 刘珍珍他太过分了 也不尊敬令 傅瑞志冷冷扫他一眼 于公 他不是你直属员工 于斯他是我未婚妻 这家公司将来的女主人 他需要尊敬你吗 刘谦和吃瓜群众 集体目瞪口呆 也不怪他们惊讶 一向狂炫酷爸的副总 何时对我这么维护过呀 简直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我估计 他们都怀疑傅瑞志 可能是个斗案 谁骂他他就会偏心谁 我正偷着乐呵 忽然傅瑞志淡淡地扫了我一眼说 你 跟我过来 我一下闻到了阴谋的味道 我顶着众人猜测的目光 跟着傅瑞志进了办公室 果不其然 这老狗鼻翼关门 就开始搞事情 他眼睛通红地看着我说 茶茶出事了 我一时高兴 脱口而出 怎么会这样 希望人有事 傅瑞志完全忽略了我的吐槽 他只是死死盯着我 眼里迸发着复杂的光芒 都是因为你 昨天你骂了他 他情绪过于激动晕倒 被查出来尿毒症 你得负责 只要你给茶茶茶一个肾 我会保留家 也会娶你 我被他聪明睿智的脑回路 狠狠惊艰了 啪啪给他鼓掌 要说优秀资本家 还得看副总啊 合着我又现身又捐肾的 最后一点好处没捞着 还得感谢您 慷慨大度呗 傅瑞志十分不解地说 你哪里没捞到好处 你嫁给我了呀 我从他办公桌旁边 拉出几张A4来 要说好处 那就来点实打实的 你写个协议 以个人名义 赠送我5000万 且不会反悔追回 我毕竟捐了个肾呢 万一以后 有什么后遗症并发症 也需要治疗 5000万可是有情价 傅瑞志气急败坏 你掉钱眼里了 你之前口口声声说 心里有我 结果你却要我的钱 我痛心疾首 你看你这人 昨天还口口声声说 爱柳茶茶呢 今天茶茶病了 你就变了心 连区区5000万都舍不得给 你这不是戏弄茶茶的感情吗 傅瑞志努力从我的思路上往回拐 你别转移话题 我刚是说 你对我的感情居然比不过钱 我一拍桌子 咱俩啥感情啊 一个破联姻 你要啥自行车 空气安静下来 傅瑞志难以置信的 瞪着我好几秒 最后喃喃道 你 你不是刘珍珍 那一瞬间我真以为我要掉马了 难道这样或看似蠢蛋 实则智商超群 也不是没可能 毕竟是男主 结果下一秒 傅瑞志眼睛微眯 刀削面一般的脸上露出 三分凉薄 四分讥讽和五分嘲弄 现在的你 只是你装出来的假象 你心里还是对我执着的 不肯放手的 傅瑞志 你以为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样 此就能吸引了我的注意和偏爱吗 太天真了 对 我确实太天真了 一向骂便天下无敌手的我 居然第一次感觉到心累 毕竟辱骂听不懂话的智障 是得不到任何成就感的 我和傅瑞志的第一次谈判 以不花而散告终 当时我真的无话可说了 昨晚了好一会儿 忽然抬手扇他一个嘴巴子 然后趁着他震惊的时候 扭头跑路 气得系统嗷嗷骂 之前让你走剧情 你不走 全文女主就杀了这么一个嘴巴子 让你捡到了 我也不服气 你昨天咋说的 柳茶茶装病 不是中期剧情吗 咋我一来就赶上了 系统 你还好意思说 肯定是你擅自更改剧情 导致女配那边调整策略 我警告你 再这样下去 你的任务就要失败了 我沉默了片刻 进行自我反思 看来我也要好好调整自己 不能再这么随便瞎骂人 系统当时很高兴 我得尽快滚蛋保平安 从那天之后 我学着原女主那样努力工作 以期望能尽快完成项目收尾 拿到提成走人 在这期间 傅瑞志和柳茶茶一家子轮番上阵 一天骚扰我八百次 各种招数都用了 但是任何威逼理由和卖餐 在我这里都一律不好使 我已不变硬万变 不管是谁 只要来烦我我就开喷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 公司里再也没有人敢来惹我了 之前爱慕傅瑞志的 捧着柳茶茶的 以打压原女主为乐趣的 每天无所事事 已听我喷人为乐 一周过后 手头项目终于进入尾声 我也向公司提交了辞职报告 傅瑞志为了柳茶茶的病情 操劳的满脸憔悴 他看着我半上 最后无奈的在离职单上签字了 你把手头的事和刘经理交接一下 最迟一个月 你就可以走了 看来傅瑞志也学乖了 知道和我对着干 只会对喷 不会再多说废话 我很满意 拿了报告要走 他忽然又把我叫住 刘珍珍 你 你这个项目 签给风玉集团了 今晚两家有个饭局 要商量一些合作细节 就由你去吧 也算是临走之前 留个好的收尾 我同意了 我虽然嘴不积德 但专业素养还是有的 该我做的活我一定做好 但是六个小时以后 我一身礼服 浓妆艳抹的 站在空荡荡的别墅里 只想骂自己 是个傻逼 傅瑞志 那个法盲 那个潜在犯罪分子 他把我骗过来关起来了 咱就是说家人们 原住也没有求尽梗啊 让你听话 别再闹了 傅瑞志用肾虚一般的 浓重气泡音说着 慢慢向我靠近过来 他单手扯着领带 一侧眉毛微微挑起 嘴角往相反的一侧撇 展现出一个邪魅的笑容 欲擒故纵的把戏玩太多了 是会起反效果的 不就是傅氏集团 少夫人的位置吗 我可以给你 但是现在 你得稍微付出一点代价 他说代价两个字时 还咬了重音 并且扔掉了领带 开始解衬衫扣子 我惊恐的一步一步往后缩 死死的捂住嘴巴 生怕吐出来 我真的 太油了 太油了 我生理性反胃啊大哥 你不能骂不过 我就走旁门左道吧 狗系统兴致勃勃地叫嚣助阵 宿主你骂他 喷死他这个死变态 我 狗系统 宿主你放大招啊 你的连环绝杀技呢 快 花式问候 他八倍祖宗 你戳他废管子 我瑟瑟发抖 不行 我不敢 毕竟是法盲 万一他以为杀人不犯法 可怎么办 系统 不是吧 你不是谁都不怕吗 我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虽然是喷子 但我不是亡命之徒 系统沉默了好一会儿 就给我崩出来三个字 梦碎了 我 你梦碎个屁啊 我才梦碎了 听说别人家系统 都是戴金手指的 什么积分啊 道具商城啊 新手大礼包啊 你给我整一个啊 系统 请宿主摆正自己的位置 你是来语文里面受罚的 你要什么道具 我真的好难受 我拿狗屁不是的系统 什么功能都没有 和一个只能对话的AI 有什么区别 傅瑞智走到我面前时 已经把自己一件件的脱光了 他微微张开双手 用力绷紧了胸肌腹肌 拱二头肌说 女人 满意你看到的吗 哇 系统叹了口气 语气有些怜悯 反正 现在景儿都不好了 要不你走一走 强取豪夺 和被迫流产的剧情啊 咱多少虐一虐 我和上头也好交代 我还没回答 傅瑞智就一脸邪魅冷傲的 朝我伸出手来 这时候大门忽然被人用力踹开 发出喷的一声巨响 我一个机灵 顺势往地上一倒 哭哭啼啼的撒泼大喊 救命呀 非礼呀 要死啦 傅瑞智目瞪口呆 然后就被冲进门来的警察 给按在地上摩擦 但霸总不愧是霸总 傅瑞智依然不忘自己的威严 挣扎怒骂道 Shift加Tab加控格 我这是私人住宅 谁让你们闯进来的 我都梦了 你什么时候报的警 我叹口气 你看你还是太嫩了 面对嘎我腰子的人 我怎么会一点防备都没有呢 你以为我只会喷人 我还会自备定位装置好不好 别墅被锁上那会我就报警了 感谢这个世界还存在警察 我正要爬起来 忽然身上罩上一件制服 一抬头就见一名谋号尺的小帅哥 温柔地对我笑 姑娘你没事吧 我 没事 我只是飘了而已 被扶起来后 我忍不住靠在那小哥胸前 偷偷摸了一把 真好 这才是不加油的真肌肉 一个小时之后 我和傅瑞志蹲在警局里入口供 傅瑞志裹着军大衣 一双多毛的长腿交叠着 坐姿优雅的 对坐笔录的说 她是我未婚妻 我们在自己家里做什么 用不着和你们汇报吧 不是的 她是我妹夫 一直被着我妹妹骚扰我 我立刻献计了柳茶茶的朋友圈 多谢这位大小姐 为了气我 贡献了足够多的证据 坐实了我大姨子的身份 然后各位警察小哥 看傅瑞志的表情都变了 大概是很少见到 这么骚的操作 我柔弱的擦着眼泪 我虽然在妹夫公司上班 但为了避嫌 一直躲着她 这次是她骗我说 让我来参加客户饭局 我才上当的 你们要是晚来一会儿 我就 我就 傅瑞志满脸不耐烦 柳珍珍你够了 我都说了我打算娶你了 你见好就收吧 被我飞里过的兄弟小哥气坏了 啪的一拍桌子 你有没有点法律意识 人是你说娶就娶的吗 你现在应该做的是 拿出良好的态度 和补偿争取对方和解 而不是继续撒泼 傅爸总一下就怒了 这世上没有人能对男主 邀五喝六 警察不行 政府不行 法律也不行 傅爸总一个拍案而起 说出了那句经典台词 注意你的态度 信不信我让你在H城混不下去 我内心大呼牛逼 爸总终于应当司法系统了 胸肌小哥面无表情的 扭头看我一眼 我回应一个眼神 他立马就懂了 低头签了一个拘留 傅瑞志满脸难以置信 骂骂咧咧的又被拉走了 我想我可能是史上第一个 把爸总送进所里的虐文女主 如果我再努努力 说不定还能让傅瑞志 才几年缝纫机 想想还有点小激动呢 后来是胸肌小哥 把我送回了家 我娇柔的向他表达了 对犯罪分子的恐惧之情 顺利要来的私人联系方式 第二天 我像没事人一样 该上班上班 傅瑞志来不来不重要 反正我不想因为矿工 被扣工资 尽管我并未夺化 但傅瑞志被拘留的消息 还是不进而走 公司里疯言疯语传什么的都有 很快装病的柳茶茶 就坐不住了 下班后 把我堵在家门口 以止气使的命令我 你去警局撤案 把瑞志哥哥放出来 瞧瞧 又是一个法盲 我好心给他科普 公诉案件 不是我说撤案就撤案的 建议你俩 有时间还是多学习一些法律知识 知法守法才是好公民 哦对了 听说监狱里就有相关课程 你也可以跟着去进修一下 还能学门正经手艺 听话 这玩意学会了 都是你自己的 柳茶茶急得直跺脚 那现在怎么办啊 不把瑞志哥哥放出来 柳家的注资就彻底没戏了 我一耸肩 这次没办法了 你让他下次注意点吧 柳茶茶眼中 蹦射出怨毒的光芒 柳珍珍你肯定是故意的 你给我等着 你一定会后悔的 他一拧身就走了 活跃得一点 不像个尿毒症患者 我并未把柳茶茶的威胁 放在眼里 毕竟原助理 他就不是什么高智商货色 只不过女主智商也不行 才会被柳茶茶欺负 于是乎 当天晚上 我就见识了柳茶茶的行动力 我刷手机的时候 收到的艾特 点进去一看 是柳茶茶发的小作文 柳茶茶哭诉说自己 被亲姐姐盯上了未婚夫 虽然未婚夫言辞拒绝姐姐 但姐姐还不死心 把未婚夫骗去房间里 图谋不轨 未婚夫拼死抗争 姐姐本着得不到 就毁掉了信念报警 污蔑未婚夫 才是强奸犯 现在他可怜的未婚夫 正在被拘留中 最后的最后 艾特我 说希望我能高抬贵手放过他们 相关配图很多 有他和傅瑞志的甜蜜照片 还有公司员工 对原女主舔狗的评价 这条微博刚发出来就火了 下面已经有了上千条评论 无一例外都在骂我 他们甚至是 扒出了我的真实信息 把柳珍珍的大名名 惶惶的挂到了热搜上 于是乎 就有不少知情人士站了出来 透露了附留两家的联姻内幕 把我说成 祸害两家的脚屎棍 群情激愤的网民们 疯狂攻击我的私信和评论区 脏话不堪入目 我看得浑身发抖 手机都拿不住了 眼泪哗哗往下流 系统第一次见我这样 急忙安抚 宿主别害怕 不就是网爆吗 咱们想办法解决 我抹了一把心酸泪说 不是 我太激动了 这个桥段终于来临了 系统 我是谁 我是网络喷子 网络喷子 网络就是我的保护色 我可以随心所欲的骂人 不用担心挨揍啊 我抽出了原主 陈锋已久的无线键盘 仿佛久别沙场的老兵 重新捡起键 开始大杀四方 澄清什么的 等我有空了再去 网友一 这种人好恶心啊 对亲妹妹的老公都能下手 关键是 人家都看不上他这个田狗 笑死 我 你好像肠位不好 上厕所把脑子都拉出去了 要不然说不出这么没脑僵的话 这种货色也就你们喜欢 赶紧拿去切片评分好不好 网友二 不要脸的小三 没有好下场 去死 我 傻孩子说什么呢 我死了你不就成孤儿了 网友三 人家大公司老板 怎么会看上他这种倒贴女 对自己没有一点清晰的认知 微笑 我 你装GPS了吗 清楚自己的定位吗 小区垃圾收购了吗 网友四 服了 他都不羞愧 还在网上骂人 真是刷新三观 我 你是多没见过市面 这么容易被刷新 废品收购站 报废产物吗 那你快躲起来 你楼上就是收垃圾的 小心被他收走了 我 来呀 怎么骂这么慢 是文化太低了 再翻字点吗 最后网友的关注点 都跟他跑偏了 不是 这解什么手速 为什么他骂得那么快 WC一刷新就七八条 八爪鱼成精了吧 醉了 他骂人还不怎么说脏话 举报都没用 机器人不识别 楼上你别费劲了 我举报成功了好几条 但是现在已经放弃了 你想想你举报的速度 有他骂得快吗 等于等于 我抱着键盘 酣畅淋漓的站立一宿 熬走了一批又一批夜猫子 黎明破晓时 终于获得了全面胜利 我看着相应话题之下 密密麻麻 都是我的ID和评论 颇有自豪感 系统无语叹息 你自己还玩得挺好呢 我就多余跟你操这个心 我 你懂什么 我这是合理释放负面情绪 避免乳线增生 我说着 生了的懒腰 给自己订了一份豪华早餐 作为奖励 然后开始着手整理手头的证据 比如柳茶茶发给女主的那些挑衅短信 比如傅瑞智 CPU女主时发的消息 比如 他们一起逼我给柳茶茶捐身的声讨 我都完全可以直接拿过来用 哎 要不说这本书里 没一个智商超过90的呢 主角配角都太容易对付 也太没成就感了 我叹息着 刚把澄清微博发出去 就听外面响起了敲门声 系统一个机灵 卧槽 该不会是你骂人骂多了 被人找到地址了吧 我不敢贸然开门 急得在屋里团团转 寻摸趁手工具 不一会儿 就听外头一个男人 中气十足的大叫 到底有没有人啊 谁定的麻辣小龙虾呀 我我我 我赶紧扔了蹲布 跑去开门 系统目道 谁家好人 早上吃麻小啊 我吸溜完麻小之后去补觉 睡得那是一个昏天暗地 再醒来 已经是下午 我迷迷糊糊的摸过手机 开机后 无数消息疯狂涌入 忽略掉附加 柳佳和公司的电话本信 直接进入微博 发现 大家已经吵翻了天 我发的那条微博 已经彻底发酵扩散 引发无数网友倒戈 原来姐姐插足是假 妹妹抢姐夫是真 这两人好大的脸啊 这是什么恶臭小说 照进现实了 还逼人捐肾 快来个法学大佬 给他们科普科普 判几年 这罢总治好了我的拜金脑 忽然发现 我好像也不那么爱钱了 我还是更爱命 九米啊各位 只有我尴尬的鞋 都扣漏了吗 太中二了 这是人能想出来的台词吗 你捐个肾我就娶你 这八个字 我光是打出来都未难受 只有我不同情柳珍珍嘛 她明明可以直接甩证据 却非要先骂我一顿 我冤不冤啊 愤怒 我怀疑这姐之前不成亲 就是被渣男和绿茶气坏了 想骂人泄愤 微笑 鉴于我之前骂大家 骂得太狠了 而且也没落什么下风 所以事件成亲之后 也没有一个网友愿意给我道歉 不过群情激愤的众人 更愿意化悲愤为动力 去喷别人 他们一股一股的 涌入柳茶茶的账号下喷脏话 逼得柳茶茶封锁了评论区 于是大家又转站去了 富士集团的官方广告下 排队组安 在广大网友的努力下 我们三个都挂上了热搜 还占了好几个词条 富瑞志柳珍珍捐胜门 歌肾我就娶你 喷壶姐歌肾 喷壶姐狂喷一夜 喷壶姐六小时血洗广场 我看得乐呵极了 疯狂截图留念 哦天啊 他们居然还给我起外号 叫喷壶姐 这个世界的网络喷子 真是没素质 简直和我有得一拼啊 系统哀声叹气 太离谱了 原著理网报这一段 延续了五十多张 后期女主死的时候 还被人骚扰 到你这里都没撑过二十四小时 我 我这种才是正常人的反应 现实生活中有 几个像原女主那样 毫无缘由的逆来顺受 毫无底线的 承接别人恶意的人啊 这时候 手机再一次进了电话 我看是公司人士的号就接了 那边直接就喊我去收拾东西离职 估计是网上的骂声太激烈了 公司也扛不住了 我挂电话一看 距离下班还有两小时 赶紧打车杀过去 多好啊 趁着傅瑞智不在 我赶紧收拾收拾东西滚蛋 但是万万没想到 我刚杀进公司 就看见了傅瑞智在训员工 他一身疲惫 员工们大气不敢出 我被钉在门口 惊讶地问系统 不是 这刚两天吧 他怎么出来的 系统 我看看 哦 剧情显示他 取保候审了 也对 那么多商业对手盯着他呢 再不出来主持大局 傅加其他人就要逼宫了 我听得直扎蛇 嘖嘖 果然无论什么世界 超能力就是最厉害的 系统又现在勒获起来 其实傅瑞智本质上 还是被柳茶茶坑了 我 这话怎么说的 系统 按照傅瑞智的能力 其实是有办法直接不立案的 只是那会儿他被你气昏了头 柳茶茶曝光 闹事的速度又太快了 现在好了 傅加股票跌进了马里亚纳海沟 外加群情激愤不好收场 傅瑞智可没招望 我俩正聊着 忽然傅瑞智看见了我 声音低沉的说 刘珍珍 你跟我过来 我心里头阵阵发凉 心说他不会把我骗进办公室开瓢吧 想了想 偷偷打开了手机摄像 万一呢 是吧 我俩单独进屋后 傅瑞智满脸的烦躁和愤怒 突然就退去了 只留下一些复杂 刘珍珍 你知道我被关起来的那几天 是怎么过的吗 嗯 听说拘留所 每天都要上课学习法律道德和文化知识 还有做手工什么的 回头 我去具体了解一下 我今天要离职了 可以走了吗 但傅瑞智没理会我 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自顾自的说 那几天我一个人待在屋子里 周围什么都没有 特别安静 那个时候我想的不是公司影响 不是茶茶的病情 干 我特别要举报他 不参加拘留所集体活动 然后他慢慢抬起头来 满含申请道 我想的一直是你呀 我 珍珍 之前你报警的事 我可以不再计较 也不会逼你给茶茶捐肾了 你跟我结婚吧 我瞬间愤怒了 你不计较我计较啊 我已经知道你的目的 你就是想骗我跟你出对象 这样就可以庭外和解 你可真会算计呀 脑人没多大 心眼子长不少 傅瑞智愣了一下 随即勃然大怒 你以为我说那些话是为了脱罪 你就这么想我 他像个暴怒的狮子一样 眼睛都红了 但我挺胸往前硬刚 你做都做了 还怕人说呀 咋的还想打我 来呀 反正我打了狂犬一秒 老子可不怕你 别以为你有动物保护协会 撑腰就可以为所欲为 傅瑞智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来 柳珍珍 离开我你会后悔的 哎呦我可害怕死了 等我真后悔那天再说吧 我翻个白眼 劳动法说了 离职当天结清全部工资 掏钱吧 咱俩以后两清 傅瑞智愤怒的脸色忽然平静下来 冷哼一声 原来是这样 他和我说注资 我说玻璃球子 他说胯骨轴子 我非常礼貌的说 你的智商是和齐带一起被剪掉了吗 你和柳明怎么样 跟我有啥关系呀 我就要我的卖命钱 我今天过来是来要工资的你 听懂没有 要不然你以为我来上班 是为了做慈善啊 你有这么穷吗 就差我这六七万买棺材了 咦 你原来根本不舍得这么骂我 傅瑞智愤恨咬牙 我都说了 不会再让茶茶干扰我们 你到底还想怎么样 非要我跪下给你认错吗 不不不 错的不是你 是你爸妈 他们晚上要是能好好睡觉 不做妖 也不至于生出 你这么个大脑发育不完全 小脑完全不发育的祸 你看不上我 我就要滚回来 看不上我就要滚开 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到底给不给钱 傅瑞智都快被我骂插起了 还是死不松口 我说了 只要你答应嫁给我 什么都可以给你 你等着吧 我气得转身就走 傅瑞智还在后面喊 我给你时间考虑 尽快答复我 就你这么损的人 留给你的时间 确实不多了 然后我甩上了 他办公室的大门 震碎了装饰玻璃 离开后 我和系统狂飙脏话 老狗贼拖欠工资 全家都不得好死 系统弱弱的说 你有没有想过 他刚刚对你的挽留 承诺给你一切 可能都是真心的 我 X 傅瑞智的人设 不是只喜欢死人吗 我这还没死呢 他喜欢我干什么 系统 援助当中 男主就是失去了女主以后 才后悔莫及的 理论上讲 他确实失去你了 我眯了眯眼说 既然如此 这种目无法记的货色 就只有一种办法能治了 然后我就去劳动局 把富瑞智给重彩了 劳动法第91条说了 一切拖欠农民工 血汗前的邪恶势力 都是直老虎 从劳动局出来后 我随手就把 讨薪失败的视频 挂到网上去曝光 上次柳茶茶的事件 给我增了不少粉 我这微博一更新 大家火速转发 但话风稍稍有点不一样 别人在网上披露 不公平待遇 都会获得同情和安慰 我在网上卖惨 只会被人看笑话 这一天天的 喷壶姐身上乐子太多了 虽然她很惨 但是我实在同情不起来 哈哈哈哈 那句你就是想骗我跟你出对象 这样就可以停外可解笑于我了 魔法打败魔法 油腻打败油腻 姐线下发挥 不如线上稳定啊 是因为一次只能骂一个 所以战斗力打折了吗 狗头 姐开斑吧 一吵架就掉眼泪心人 需要你传授大道 泪目 别说普通网友笑话我了 就连各位大V都转发配文 哈哈哈哈 我看着网上逐渐欢乐的气氛 开始怀疑人生 我 这不合理 为什么柳茶茶爆料 就有好多人为她冲锋陷阵 而我爆料只会被哈哈 系统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是你看起来实在不像是被欺负的那个 你自己摸着良心说 一个能连续喷人六小时 一副当官万夫莫开的骂人狂魔 真的值得人同情吗 我 我累了 毁灭吧 好在这群网友赏罚分明 不管我值不值得同情 都不耽误他们讨厌傅瑞志 富士官方账号下果然一片阻安之声 他本来就在取报候审期间 现在又闹出这个事 富家更麻烦了 富士拖欠公司的词条也上了热搜 不少短视频博主拿这件事 大谈特谈资本背后的秘密 还有科普博主细致分析 富瑞志触犯的每一条法律条例 并告诫大家预见相应的问题要怎么应对 形势一片大好 另外很多和富士有合作品牌方 为了保证形象正面 纷纷提出解约 富家股票一跌再跌 系统帮我打听过富瑞志的现状 据说比大清的最后一个皇帝跑不到哪去 不说损失多少钱吧 就连命都快没了 都倒不出时间来骚扰我 还有更好笑的是 柳茶茶也倒霉了 自从上次他在网上对我泼脏水 却被我反向曝光了之后 他就一直藏着美感露头 这段时间可能是憋坏了 偷偷跑出来逛街 结果被网友发现拍了照 他装病的事也被顺利戳破 自然又吸引了一波网友火力 不过那不重要 柳家仁的事可以暂且不表 真正重要的是 我这头居然收到了合作邀约 对方是一个800万粉的自媒体博主 想联系我做个访谈 报价两天30万 那一刻我不光是怀疑这个世界 我还怀疑我自己的精神状态 就我这种喷子也能和明信一样接通告了 我受宠若惊 去问我需要怎么做 结果对方让我真实做自己 但是就一点 尽量别说脏话 后期剪辑蛮费劲的 嗯 行吧 后来访谈录制的还是挺成功的 视频已经发出后 立刻获得了600多万转发量 我在平台申请的新账号 也涌入大批粉丝 他们都说我讲话有意思 脑子转得快 其实我觉得也就一般般吧 直到有几家公司私信问我要不要长期签约 我这才反应过来 以我现在的流量也算是个小网红了 正好我也是代业中 就选了一家条件相对宽松的公司入职了 新工作比我想象的还要轻松一点 公司也不怎么给我做去本题要求 都是我自己发挥 网友纷纷表示喜欢我的人设 这挺正常的 我也喜欢我 我的生活和工作逐渐步入了正轨 一切稳定下来 直到不久之后 傅瑞智的公诉案件要开庭 网上争相报道 我又小小的涨了一波热度 开庭前夕 附加律师找到我 希望我能签谅解书 案里说我是不会同意的 但随着谅解书来的 还有傅奶奶送的一大笔赔偿金 系统给我说过傅奶奶的情况 老太太身体不好 一直住在疗养院 大概率活不多久 当初就是这位老太太 火眼睛睛选中了我 选中了原女主当孙媳妇 可以说柳珍珍的一切苦难 都是从傅奶奶开始的 但是老太太本人心眼是好的 而且伤害柳珍珍的 也从来不是她 再一个我也是真的没有钱 就同意了老太太的要求 在谅解书上签字了 最终傅瑞智从清除里 被判三年 真的进去采缝刃机了 傅家一主给了旁支 新家主上任第一件事 就是把拖欠我的工资 和提成发了下来 还附带了额外补偿 我看着到账款对系统吐槽 则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太大了 看看人家这格局 傅瑞智是真比不了 系统说 我这里还有更有意思的消息 据说傅家的新家主 断了柳家的资金供给 柳家本来就面临崩盘 之前被傅瑞智注入的那一笔 也打了水漂 我一拍大腿 好事啊 反正不破产也不给我分钱 那还是破产好了 这时候门铃响了 我打开新房子的可是电话 看见门外站着的 正是一脸愁容加怒气的柳铭 还真是说 曹操曹操道啊 我按下通话键问 您老有事啊 柳铭瞬间切换了讨好的笑容 把脸对在镜头前说 珍珍你在家呀 我就是过来看看你 我择了一声 有事说事 忙着呢 柳铭尴尬了一瞬 忍了下来 珍珍呢 你也知道现在家里不景气 项目还出了问题 哎呀 和你说了你也不懂 你不是和傅家 那个新总关系还不错吗 能不能帮忙攒个局 让我们见一见 咱家公司要是能回暖 也有你的功劳啊 我掏了掏耳朵到 把你脑浆摇匀了 再跟我说话 跟谁俩咱咱的呢 瞎攀什么亲戚 你说什么 不是吧 他居然还没习惯 我的说话方式 我道 听不见是因为坟头信号不好吗 要不要回头 我帮你在土里插个天线 到时候下雨天 几个大雷劈下来 说不定你还能原地复活呢 柳明大口大口的喘着气 说不出话了 我看他难受 软下雨气 安慰了几句 好了好了 真破产了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实在不行 找个班上上 听说是武警大队 招聘警犬呢 你们一家子都这么通人性 可以去试试 柳明怒踹了我家大门两脚 随即愤而离去 你不知道他这次走了以后 还会不会来骚扰我 我断掉视频 挺不理解的去问系统 你说这柳明是怎么想的 我就算在出名 也只是一个意外活起来的小网红而已 转的看起来好像很多 但实际上都不如给心副总开车的司机 他居然觉得我能给他和心副总牵线 你说这篇文的作者讲逻辑吗 还有最起码的常识吗 见识过真正的社会吗 上过学吃过药吗 系统无所谓的 可能这一类文就纯是为了虐而虐 作者并不在乎三观和逻辑是否通顺 反正我从来就没看懂过 我撇撇嘴说 我也看不懂 以后也不想懂 系统 对了 你的已经任务彻底崩盘了 以后你死了 灵魂会和其他人一样进入轮回 你都不后悔的吗 我反问道 和大多数人走一样的路不是好事吗 我做事是喜欢特立独行 但是生生死死什么的 还是随大流更好 系统笑了一下 说的也是 祝宿主在这个世界生活愉快 全文完